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采用了大功率75毫米超大晕圈 长冲程线性位移设计 为D6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采用耐疲劳天然橡胶折磨和高速性定心制片 保证振动系统非常稳定 在小口径前提下 喇叭的振动质量 MMS比较大 斜阵频率FS比较低 比同口径的扬声器 可以重放更好的低频 但是 它同时也牺牲了效率 灵敏度为84分倍 比较低 这就是典型的 用效率换低频的扬声器设计 无斜阵助力盆降 阴脂填刃的符合PP Polypurplein阵膜 频率响应宽广 D6在90年代初期开发 现在已经升级到D6第三代了 D6非常舒散自然的阴色 是它一大特色 会为D系列单元 应用在国内外很多成品印象上 因为灵敏度低 所以这类使用 75毫米的D6单元制作的印象 需要更大的功率来驱动 俗称吃功率 比如售价3000美元 同样采用D6单元的 加拿大Tutum First扬声器系统 还有惠背D3.2扬声器系统 就建议比普通同口径扬声器 多留一倍的功率放大器储备 这就是小口径扬声器 为了获得相对更好的低频 而付出的代价 就是用效率换低频 功率储备量就要增加 1996年 加拿大汇杯推出第一款 按照TSX标准设计的 家电影院系统 杜西5.1 由Frank Hill先生设计 和普通的家电影院系统不同 它巧妙地将 10英寸有缘超低音 内置在主声道音箱内 构成有缘无缘合并式 扬声器系统 延伸了主声道音箱的低频 构成真正意义上 宽平带前方主声道音箱 同时省掉了外置低音炮 令家电影院的配置极其简单 22年之后 惠背推出了升级版的 第五有缘无缘合并式 家电影院系统 整套箱体由天然木皮装饰 古典奢华的外观 几乎没有变化 而电声系统则全面升级 和杜西5.1一样 第五由 两支前方主声道音箱 第五F 一支中支声道音箱 第五C 以及可供选择的 单级环绕音箱 第五M 和偶级双级环绕音箱 第五R组成 可以根据听音环境 组成杜比5.2家电影院系统 或者杜比全景声家电影院系统 一体化主声道音箱 第五F 采用一支28毫米 猫眼软球顶大功率高音 配合双第六单元 构成哑铃式 两路四街导向式声学系统 这大大改善系统的动态 和声相位特性 再配合下部 封闭式有源超低音合成设计 构成有源无源合并式扬声器系统 单元安装在凸起的声障板上 可以减少声颜色 尽管第六单元的设计优良 并且采用了两支并联 但毕竟是6英寸小口径 用于家电影院重放 低频还是不够低 此时就需要旋接一个有源低音炮 D5F配备了顺态特性极佳的封闭式 10英寸有源超低音 10英寸藏重重低音单元 采用拥有更加稳定性的双定心制片设计 内置高保质模拟150瓦功率放大器 将主声到音响的低频延伸到25赫值 D5F频率响应宽达25赫值到20K赫值 声音重放更自然 大家不要小看这150瓦的模拟低音 它比同等功率下的数字功率放大器 效果要好很多 所以有时候你摸一摸功率放大器散热片 或者有源音箱的散热片 如果发烫 那么恭喜你 这个功放可能是音质更好的模拟功放 因为D5F相当于将家电影院前方 声道和有源超低音核二为一 组成有源无源合并式扬声器系统 所以它让整个家电影院布局非常简洁 避免了凌乱的家电影院布线 就是D5家电影院系统 在拥有卓越音质的同时 配置非常简单 28毫米猫眼软球顶高音 在发烧界非常有名 采用了高祖尼图服的 德国软球顶丝纸阵膜 内置双铝铁棚磁体的三平质式磁路结构 高性能 叶磁冷却 为阴膜提供线性驱动率和高效散热 可以承受更大的功率 拥有合适的阻尼 声音柔和细腻 D5F高稳定性 双地心制片有缘超低音单元 正模由天然指尖混合 Kevala防弹部纤维制造 具有高强度高内阻特性 带来更真实震撼的低频表现 有缘低音炮部分 还提供了齐全的调节控制功能 包括普通宽屏模式和低通截止频率可调节模式 独立超低音音量调节 相位转换 以及音乐电影两种模式选择 通常建议使用普通模式 直接连接合并式影音功率放大器 AV2超低音线路输出 超低音此时工作在宽平带 由AV2决定有缘超低音的工作范围 AV2前方左右功率输出 直接连接D5F扬声器端子功率输入 建议采用大功率的AV2 如果你只使用一对D5F听音乐 那就选择音乐模式 低频切除更多 音质更干净 有些极端的发烧友 甚至关闭超低音 只听上部无缘音箱部分 上部音箱的频响是 40Hz到20KHz 听音乐 人声非常舒服 超低音扬声器面对面摆放 因为这套系统就是为追求简约而设计 所以不建议采用额外的低频管理调节 改善房间生活环境更有效 关于低频管理 我将在未来给大家介绍 业余条件下的RAW软件测量和调试过程 中指音箱D5C扬声器采用横哑铃式结构 单元和主声道完全一样 声音稳定自然 从现影化声像合一的效果 会为D5环绕音箱的扬声器同样和主声道一样 有单级音箱D5M以及偶级双级环绕音箱D5R两种型号 提供不同类型的环绕声场 这里推荐两套家电影院方案 杜比全景声采用D5F前方左右声道扬声器两支 加上D5C中间声道扬声器一支 加上D5M八支单级环绕音箱 组成7.2.4杜比全景声系统 整套价格为3.5万 它可以获得更加的声场移动声像定位 而更加简洁实用的是杜比5.2家电影院系统 由D5F两支加上D5C一支 加上D5R两支组成 整套价格为2.68万 它完全满足家电影院中所需要的声场包围感 在富有感染力的临场气氛中得到美妙的影院享受 供放可以选择一体化AV2 功率输出越大越好 如果想驱动效果更佳 可以考虑会为K5205声道功率放大器 用于杜比5.2系统 K3603声道纯功放 再加上K6808声道组成11声道 用于7.2.4杜比全景声家电影院配置 此时需要独立的前级AV一些马器 会为D5有缘无缘合并式家电影院系统 可以为客厅环境打造出古典奢华的家居风格 让你在家也能体验到身临其境的家电影院音质享受 我们只听好声音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I can't stand the lie of a blue sky one more day Can't you make that pitter patter sweet tear drops splatter Against my window pay Come on bring down the sky Let those clouds in me have a good cry Let it rain Lord Let it rain Take away the glare of the empty shape Of the day